大家好,今天是1月18日 首先我要代表Bengar,鄺民賓先生作出一些澄清 由於他現在已經退出金如江的江湖 因此他絕無重返市場的意圖 因為他是潛心學法 但亦有一群騙徒說 鄺民賓、Bengar是從出江湖 還要教大家不要貪真痴地去炒股 神經病,你不要貪真痴還去炒股 吃齋吧,每天輸就不是貪真痴 所以那群人又起立利用Bengar 又來到又要出去搞 其實他還有很多人都是搞的 即是這些人 這作為一個騙徒 大家記住 如果大家還看到Bengar復出江湖 我告訴大家,第一個知道消息的一定是我 因為我每個星期都見Bengar復出江湖 但是Bengar復出江湖 從無異思想重出江湖 因為他已經穩足了 真的 還想跟你們說這兩件事? Bengar復出江湖 現在是潛心學法 好了,講完這點 接著,看看恆生指數 恆生指數今天是繼續上升的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上升 不過呢 今天只有第一天 我們不知道它之後的升勢會怎樣 我現在始終看 我自己看 是292至295是一個更大的阻力位 我仍是認為它是沉頂的 到這樣一刻之後 它可能會有少許回調 只論是這個回調之後 我估計是應該 這個月之後還要升下 即是去到第二 二月和三月 是應該連續有兩個月回調 然後第四個月再升 這樣就非常棒 如果現在一路是一條氣升上去 我始終感覺到 不是多安樂 即是你買不買呢?買 買一定是強勢的 就不可以買一些弱勢 那恆生指數怎樣 若然是一個沉頂的街角 你只可以有一件事 暫時你真的要做這個期貨 你都要跟著的小樓 是渣而不是沽 不過定好指示位就是 一直看到頂之後 你才可以做什麼 再去做沽空 什麼叫做頂呢? 這些就是頂 這些就是頂 頂真的有個頂樣的 首先你要看到有陰燭 現在沒有人有陰燭 不過有一件事 這麼多日連陽的話 是到差不多一刻 真正不夠氣了 你應該要看它 會不會脫離 那個是保利卡通道的上頂 而去 好像這裡這樣 脫離了之後 那就開始沉頂 沉底 真的沉底可以不是沉很多 暫時來說 由於它還是一個喇叭口 擴闊 因此 不是一個適宜去做沽的階段 你不拿 你也不要沽 你一直是擴闊 到有一天 它才可以到處搜查 你才可以看到 有頂的跡象出現 有朋友問 昆倫能源怎樣 昆倫能源好 多好 十分之好 以前我講的昆倫能源 它最大的資產是管道 現在管道做完了什麼 說了要賣給阿爺 你告訴阿爺 於是最好的消息便出現了 最好的消息便出現了 於是便出現了一個阻力 阻力的是什麼呢 就是大小的7.7度這個位置 7.7度這個位置 估計它應該會跌下來 在周線圖上面 這裏 應該出現了一個 圓底的格局 因為圓底的格局 若然是這樣 它增長到升上 真的有很多 不過暫時來說 是應該做少少的調整 試一下這個位置的項線 即是突破了 試一下項線 然後再上升 在日線圖上面看得清楚 這個是那個領位 所以它可能是試一下這些位置的水平 是否這裡這麼低 又或者去到這裡 又去什麼 我不知道 不過應該來說 暫時應該是有少少的阻力 沒有再開車之前 有貨的朋友 當然你可以拿著官網 第二件事 不是的話 你就是先在這裡 先滾水 等它再彈上去 再做 如果沒有貨的 你怎樣做呢 沒有貨的 我覺得 不需要那麼心急 等一下 我會覺得 它的可能支持位是六個七 左右 如果跌到六個七 或者是考慮買少少 六個七 就是怎樣 就是大致上 應該是這個和這個的中間 就是大致上這些水平 就是這些水平 那就看看 息率 不是很吸引 因為原來要吸引的息率 你都給我六七 接著這裡 PE是八倍 又不算太高 不過 也不是最低 起這個是日線圖 兩個月的話 就是這樣 朋友問明元雲 這個雲 過行 一個月左右 真是高暢入雲 不過 高暢入雲之後 現在我們在周線圖上面 似乎有些事情 它是有少少停滯不遲 由於這個是上市的日子少 所以 達不到暴力加通道出來 不過 在這裡你看得到 54元 是有些低的 似乎是高位 日線圖上面 你看得清楚 54元 是高位 1個頂 2個頂 3個頂 2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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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是現水平整固 左力是52元左右 下面這裡是48元左右 48元左右 48元是哪裏 大上是中軸 低一點 低一點就是裂穿 這個就是這樣 這個是兩個月的 如果它在這點 如果它在這點 守著這裏 一直不肯跌穿 好像這裏這樣 不肯跌穿 然後摸上通道頂 可以 它可以再升 不過現在似乎 暫時好像不屬於美國 限制名單 中心反正會有 不過 你無論如何 這個是第二 在國內的是半導體生產者 在這點裏 最近的資金流進流出 都是有少許的變化 不是太多 在這個周線圖上面 似乎凸穿了保利加通道 保利加通道的上軸 這裡也形成了一個 似乎是原底的起點 然後再跟著 就應該頂線在這個位 頂線這個位的時間 大致上是43元左右 如果它跌到43元左右 就可以嘗試吸一點 不過是41元 你就要止虧了 41元等等 事情之中 我們找得到 這裡是 握頸 擴闊 這裡又是握頸 又擴闊 擴闊完之後 它是橫行的 然後再升上去 這裡將會橫行多少 不知道 不千萬不要跌穿 跌穿就會再下來 記住現在它正在擴闊 擴闊完之後 自自然然 就好像這裡會萎縮 萎縮 即是向下跌 這是周線一連圖的 日線圖上面 你看到 中軸已經開始有少少向下跡象 唯一的好處 今天似乎是很勁抽 價格升了 真可惜 你成交還未跟得上 如果成交跟得上的話 我就覺得 可以想想 好像這裡這樣 跌下來 成交多了 很多人說 跌了下來 成交多了 那就繼續會跌 是不是 當然未必一定是 為什麼 這就是藤雞戶出貨 給實力戶接了貨 然後便升了 所以 下跌 而成交大 未必一定不是好事 看看 成交大的 出貨者 是藤雞戶 還是入貨者是大戶 出貨是藤雞戶 入貨是大戶 後市當然升 出貨是大戶 入市是藤雞戶 後市必跌 就很必然了 就像這裡這樣 突然升了這麼多 很明顯 可能應該是大戶出貨 藤雞戶接貨 於是來到這裡 之後成交不是這麼多 現在這裡 開始成交萎縮了 看看再跟著 過了兩天 會不會有機會 突破這個上升通道的中軸 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以大成交突破的話 這樣它就可以繼續摸上上面這裡 因此我就覺得 等慢一點 吸收了 便拼它一件事 可以爆破 可以回到43至45元 這個是兩個月的日線圖 優太科傑 優太科傑 今天就是爆升 在之前的時候 應該好像是1月6日 我便說它會調整 調整它多少 調整它大約是12個半佬 即是它去不到12個半佬 它最低只是去到12個7 12個7之後 它接著是彈上去 現在這裡就看了 彈上去這裡 它是升穿了 在周線圖上 在月線圖 它是升穿了 所以這個是保力加通道的 是上 這個是上通道軸 如果按照以往的話 如果你升穿了 至少你衰衰的 下個月你也會升穿給我 如果下個月升穿給我 即是說 我起碼還有一個月炒 一個月可以升多少 我不知道 是不是 但是我會看到的 就是這裡似乎是 自圖想上破 這個是圓底的項線區 如果圓底上了項線區 上破了的話 它上面是可以按照量度升幅 去到18元 那麼那個阻力委氣多少呢 大致上我就會覺得 升穿了15.6才 那就最好了 那如果現價 你薄的 也都可以薄 在現價上吸納 因為現價是15.3 那你就去到 又要止 要不然就升穿了 去到15.6之後 才再看 因為如果真的升穿了15.6的話 上面可以是望18元的 那麼記住 在這點裡面 日線圖上面 你會看到 清清楚楚 告訴你 這裡 是一個箱底 然後這個項線 起這個水平 是嗎 好 這個是 日線的是6個月 然後日線2個月 它在這裏 1月6號我告訴你 它會試回什麼 等等 它不是去到12個半 它只是去到12個7 而已 12個9 然後就走回 如果在這裏 它現在升穿了之後 就希望它有幾天去跟上 所以就可以現價吸納 以什麼位置來做紙蝎 因為14個半都做紙蝎 因為上面 好命水的 望到18元 如果不是的話 都望一下15.6 有朋友問中國銀行 中國銀行很簡單 你看看圖就知道了 這個是周線一連圖 似乎是否做箱底呢 若然箱底的話 是否可以看這裏呢 如果我去到它下來的話 就等它大約5元左右吸納 止蝎4.8 上面 止蝎就會是4.8 為什麼我要覺得 目標是4.8 我覺得它應該先跌落4.8 先跌落4.8 的時期之中 就最好了 當年你去到4.8 你是不是要止蝎呢 就看一看 如果真的跌得多了 你就要止蝎 如果不是的話 先去平住等等 然後你可以在5元雞吸納 我最差的是給它兩毫子 上面看它 就可以升穿5.5 升穿5.5 就很細介 就看上去上面這些位置 因為這個是似乎 在做箱底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也是這點 不是 是6個月的 2個月的 在這裏 你下回來 中線是4.8 5元吸納就是這個位置 5元吸納這個位置 你吸納完之後 目標呢 我是先升4.8 就是最壞 最壞 下回去4.8 你要止蝎 如果不是的話 就可以走 看上去 金碟 金碟 他今天公佈 就是他虧了本 由凝轉規 只能是 如果你看到價格的表現 這個是周線圖 日線圖更厲害 為什麼你今天公佈蝎本 它還會彈上去 本來應該公佈蝎本 就是跌下來的 這個又要看看 這個 何解會蝎本 不要看到一些 蝎本就是蝎本 如果在恆生科技指數裏面 從推出來到現在 最好表現的兩隻 一隻就是 微脈 第二隻就是金碟 它是No.1和No.2 就是No.2 No.2都虧本 那為什麼會升呢 問題就是 它虧本也為什麼會No.2 因為它是No.2 是因為 它真的有到前景 那些人是賭他的前景 特別是科技股現在是賭他的前景 不是賭他實質的業績 它虧本 是因為它將錢 拿去投資資本 搞個雲 搞個雲是要很多錢的 人人都覺得 你的錢用得其所 虧得其好 就是虧到雲那裡 於是便會博 日後 雲就會生金蛋 因此 你公佈了是虧蝕 好 very good 就是什麼呢 就是 涅淡消息 被消化 所以今天就升這麼多 我唯一的解釋主可以就是說 蝕本你都今天敢這樣升 因為 你真的 別人覺得你蝕得好 這個叫做投資 就是好像 你現在看到有人說 喂 你欠了很多債 為什麼 增加成億 全完債 為什麼 你慘得過我買了一層樓 或者買了一間秘墅 是五億 我現在欠了一億 當然要問銀行借 借一億的話 去蝕這個一億 是應該要放入伙酒慶祝 當然 你如果真真正正 真正是蝕了一億 而蝕了是過大海賭輸了 那當然是不同 所以如果蝕本 是因為投資 資本的開支而所致 反之它是會受到市場的歡迎 這個就是好像以前去到公元2000年的時候 科網潮爆破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 你燒銀子 你虧了 燒了就好了 越燒就越升 當然 我們不可以再融入 這麼天真 這麼stupid 的想法 蝕了就一定是會有好 而是你是不是要蝕得其所 資金是否用得其好 如果你的資金是用了去再投資 而是投資是一些有實質性 可以見到的支持 這樣就會找到 你公佈這個是蝕那天 股價 市場 始終眼睛是明亮的 有些人 就會是上升上來的 亦都因此我感覺到 那似乎市場人家這麼明亮 看他這樣 那我就唯有就是駁他去 駁他去 駁他去上面 那可能會是更多的 很高的 我第一件事就是看回 他的阻力是現在目前來說 是31.65 按照以往 那他現在能否去到這個 是升川這裏 升川這裏又站在這裏的話 那我就覺得就好 那他現在呢 在這點 那止蝕位多少 那這些就低位 那他回到今天這裏 我就要走了他 那上面能夠升多少 我不知道 因為一個人在搞雲 雲有多高 我怎麼知道 是不是 所以這一點 那就是 為什麼今天會推介這隻 雲有多高 人不是不知道的 真正說雲的話 就有低層雲 中層雲和高積雲 各自的高度都不同 就是股價的水平一樣的 好 那這個板塊 就是之前已經是推介過的股票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這個什麼 這個就是之前那時候 是推介過的 那看看 推介過的 那現在呢 就說 那時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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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個八的時候 那時候呢 後來再說的時候 也說要另外 再考慮了 那這個呢 就是以前的八 就是推介過的 那 那 那麼 那再跟著呢 這個是回答觀眾的問題 那樣的 同樣都是再說一次 如果 觀眾想問股票的話 可以看看這個表裡面 如果過兩個星期我回答過的話 如果那個價格沒有變化的 走勢不出現這個大的離開的 那我就不會再講的 不會再講的了 這個基本上就是這樣了 好 多謝大家